欢迎收看订阅朋友们大家好 每次进步一点点 这次我们来介绍的是税务行政复役的内容 这个行政复役实际上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 包括教头违章都是可以申请行政复役的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税务行政复役是什么 那就是当事人 他可以是纳税人 可以是扣脚义务人 可以是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 那么不服 他不服谁呢 不服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税务的具体行政行为 这个范围就比较广啊 一会儿我们会说一下 他是包括必经的和非必经的 你注意别跟上台课讲那个听证搞混了 听证也是不服 但不服主要是他符合已经说的罚款 程序上也跟税务行政复役是不一样的 别搞混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做对比的讲解了 因为点一下就知道它是两把事 那么我不服怎么办啊 那这个时候依法向上一级税务机关 这就是找这个上级 这是复役的最大特例 叫找他们领导说说 对吧 这个呢 咱们老百姓出了事经常说 找你们领导是吧 这个道理差不多 提出申请 然后那个复役机关呢 经审理对原税务机关具体行政行为 依法做出维持变更撤销等决定的活动 就叫事务行政复役 也简单的来说就是当事人对这个税务有关的行政行为不服的 那么告上级找上级的那个事 那么这块呢 大家注意第一点呢 就是如果真不服的话 那我是当事人是吧 我一旦申请复役的话 我的名字又有小名了 叫申请人了 那么这个要注意啊 那这个原来做出那个具体的行政行为的那个机关叫什么 叫被申请人了 然后呢 他的上级叫什么 就叫复役机关了 对吧 复役机关了 所以大家注意当事人就是申请人 这个是要能够拎得清一下的 但是没有直接的考点 对理解后续的知识点有帮助 还有一个呢 这句话你们发现没有 他说的什么 就是不服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做出的 税务具体行政行为 他一定针对的是具体的事 不能是抽象的 你看怎么弄我这么多啊 这税率不合理 这税法不合适 那你不能通过这个事务行政复役解决 那是抽象的 不是针对你的具体行政行为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能够知道 要能够知道 所以他这里面有些小词 你要给他拿捏一下 跟后边的知识点的呼应一下 那么接着咱来说说这个事务行政复役的这个特点啊 他一定是什么 根据刚才的讲解 就是当事人不服 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前提 这是申请行政复役的前提 还有呢就是 由当事人的申请而产生 谁是当事人不服的那个人 我刚才不说吗 身份一申请就变成申请人了 他一定是这样的 不可能说 这个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申请复役 那有病啊他做出他复役 这不给自己找事吗 没有这个啊 所以他一定是因为当事人申请而产生 另外一个 审理一般由原处理室友机关的上一级室友机关进行 这个小词拿捏的挺准确 他说一般由原处理的 那有特殊的 对不对 那你比如国家收入总理做出的 那这个只能找国家收入总理 但大多数都是找上级 另外一个呢 如果是复役 我也不服吗 你不是说你对我做出的具体行程有不服吗 我找你的上级 就是复役机关 他做出的复役决定 我还不服 那这时候是有其他的法律救济手段 他是与行政诉讼相嫌疾的 我们一说诉讼 马上想到什么 那马上想到法院 所以我们后边会说什么叫做 税务行政诉讼 好 特点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你像有了刚才那些概念的了解的话 这些特点就非常容易一呼应就可以了 那么接着来说说受案范围 那受案范围 那么刚才杨老师也说了 他一定是具体的行政行为 他不能是抽象的是不是 那么这些具体的行政行为呢 他又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必经复役 一类叫选择复役 那么什么区别的概念 那么这块大家就必须清楚了 所谓必经复役的就是 必须经过复役 你对这个事不服 你必须要找他的上级复役一下 再不服 跟诉讼衔接刚才说 找什么 不能找周庆祥 找法院 对不对 那这个大家注意了 这个大家注意了 但选择复役不一样 选择这个事吧 我不服 我可以不找你的上级事务机关 我直接去诉讼 我越过你的上级事务机关 所以呢 这就是必经复役和选择复役的区别 那么我们呢 来看一看他的概念 听明白了刚才 那这个就是 越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应征税问题引起的争议 税务行政复役是 税务行政复役的必经前置程序 你看人家说这个 对吧 就感觉高大上了 是吧 你像刚才杨老师通俗的给大家讲 就感觉特俗 是吧 你要知道 这叫必经前置程序 未经复役 不能向法院起诉 经复役仍不服的 才能起诉 这就叫必经复役 那么选择复役呢 对于因处罚保全措施 及强制辞行引起的争议 当事人可以选择 适用复役或者诉讼程序 如果选择复役程序 对复役决定仍不服的 可以向什么 法院起诉 可以不服役 对吧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 是不是就感觉没什么考点 理解就可以 对吧 但是这块大家注意什么呢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 老师 那我特别想知道 啥事是必经的复役 啥事是可以选择的复役 对吧 那市有机关对咱们做出的具体行为 咱们不服的话 那注意一般选择复役 他实际上在这个概念里跟我们说了 就是因为处罚保全强制 执行引起的争议 主要是这些的 那么而毕竟复役是什么 好 这个范围就要说了 那么注意啊 应该选择复役 为啥老杨 这块写个略呀 他挺多的 是吧 但是大的方面就是两种记忆方法 一个就是概念上引导了选择复役 他的大的特点就是处罚保全强制 对吧 那么接下来反向记忆 你记住了必经复役了 剩下的具体的税务行政行为 你不服的话就可以选择复役 所以这是大家注意选择复役 咱就不说了 咱重点标新人下就是必经复役 也是初级老师爱考的 那么什么呢 就是征税行为 具体的征税行为 包括什么 那么确认纳税主体啊 征税对象 征税范围减免退 抵扣啊 税率啊 纪税预纳税环件 纳税期限纳税预点 试管征收方式等具体的行政行为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征收税款 加收振纳金 扣脚诱人 受受机关委托的单位 个人做出代扣代脚 代收代脚 代征的行为 等等等等 说老师你咋读这么快呢 我还没跟上呢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吗 你们抽象出来 发现它有什么特点 它是不是就是 我们实体税主中的 税法要素啊 谁在教 对谁教 对吧 有什么税收优惠 那税率是什么 计税医基是什么 纳税期限是什么 征管的一些规定 对不对 对了 这个 你要找到这样的规律的话 这也不用记 所以这个会考 但这个不用记 就跟税法要素 就是它是具体税种的 一些涉税要素的争议 你是必经复义 这句话是关键 要不你东西越背越多 那不行 那不行 好了 知道这个点了吧 行行啊 一定要行行 那么接下来呢 看看这个 申请人认为 受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 注意啊 这里边 杨老师刚才说的 叫具体行政行为 抽象的不行 对吧 所以呢 你认为规章 那规章你都不能这么干 那么法规 法律根本不行 但是如果是个规定 不合法的 那么你对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复义士 可以一并向税务 复义机关提出 对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 注意只能是规定 绝对不能是规章 不能是法规 不能是法律 明白了吗 好了 要求指导一下 那看看前年的考题呗 说纳顺对 社会机关的下列 行政行为不符 应当向行政复义机关 申请复义后 才能向人民法院 提出诉讼的有 拿到这个题以后干嘛 翻译一下 翻译成英语 不是啊 翻译一下 这不就是老杨 在课上说的 必经复义吗 所以你要翻一下说 下列属于 必经复义的指导题 找对门了 接下来就要应试方法了 什么是必经复义 确定寄税金额 确定征税对象 加收支纳金 停止进口退税权 你说哪个 ABC ABC 那这里边 做这道题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要知道 有翻译能力 然后这是一个必考点 另外一个 加收支纳金 这个点练得是非常到位的 加收支纳金 对吧 加收支纳金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不是处罚保全措施 强执行引起的争议 都是选择复义吗 注意这个加收支纳金 我们在实体学义中中 也是要注意 是一个构成要素 对吧 包括这种 代扣代脚 代收代脚 代证行为 这个都是必经复义 所以这道题呢 最好的练题点 实际上是在西 然后就是我们翻译流 那就可以了 然后跟刚才的解析方法 一呼应 完事了 这个就到位了 那么我们刚才解决什么问题了 我们刚才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刚才解决的问题是 啥事 对吧 我毕竟啥事 我选择 不服的话 还得分个三六九等 分两种情形 那接下来你们想知道 我知道这是必经复义了 我知道这是选择复义 但是我就想找他的税务机关看看 不想通过法院 通过法院挺麻烦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就想 我到底到哪告去 这是什么 这就是找哪个部门复义 眼睛官方的说法 叫税务行政复义的管辖 官方说法 这个就是 我都是 饭品一点 因为这本身就枯燥 然后重点呢 又比较突出 所以咱们给他 拿串上 他给他串一下 大家在学习起来的时候 就感觉顺滑一点 听没有 就是跟这个吃这个酸辣粉 对吧 要顺一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说说这个一般规定 那一般规定的话 概念中说的 就找上级呗 所以各级室友机关 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服 咱找他的 上级室友机关 是申请服役 对不对 好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计划单列式的 税务局做出的 那么他归总局管 对吧 那就是国家税务总局 好了 注意 第三个 税务所分局 各级税务局的 税查级 他做出的 就找谁 所属的税务局 而不是 说找上级 税务局管 为什么 因为 所属的税务局 就是他们的上级 所以你说 你不能说 说是上一级室友机关 或说国家税务总局 都是错误的 那么你像这个 各级室友局的 税查局 这个点 是考试题中 考过的 然后就是我刚才 已经在前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预告的 说一般 还记得这个点吗 我们呼应一下 再讲特点 是 我说这小词 拿捏的挺好 审理 一般由原处理 税务机关的 上一级税务机关 进行 但是有一班 就有二班 是吧 人家小串 拿捏很准确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 总局做出的 具体行政行为 不符的 你找谁 按理说 应该找国务院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 国家税务总局 是咱们税务管理 这个口 最牛的了 最大的了 是吧 那他对政策的 拿捏 那都是最准确的 所以如果你对他不符的 还得找他 那么你当然了 对这个决定不符的 可以向法院提取诉讼 对吧 那么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这时候你在裁决的话 那就是终审裁决了 那你就说我找国务院 如果国务院不行 我再找法院 那不行了 那你找国务院的话 那就到头了 那么当然 如果说我不找国务院 我就找法院 那可以 你找法院 这点大家要注意 听见了吧 所以也是个小特殊 就是三合四 在一般规定里 三合四要特殊记一下 接着我说说特殊的规定 跟着我的分析走 这些东西挺多吧 花勾勾的才是重点需要记的 其他的话都是 叫做头上的十字明摆着的 调制的 好了 那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宿主机关 一个宿主机关 共同做出的出发决定 不符怎么办 具体宿主行为不符怎么办 是不是找共同的上一级宿主机关 注意啊 我这个俩拳头说的 可是一个宿主机关 一个宿主机关 但是把这个拳头改一下 一个是宿主机关 然后 这边是拳头 这边是拳头 这边是这个 一个是宿主机关 一个是财政局 那这个时候是 宿主机关跟其他行政机关 共同做出的 那这个时候找什么 你找共同宿主机不行了 为啥 因为这巴掌不归拳头管 那财政部不归 财政局不归你管 所以这时候你找什么 找共同的上一级的行政机关 所以关键词 一和二一块记 共同做出的 肯定找共同的 但是如果两个都是拳头 那就找 共同的上一级的拳头就可以 但一个是拳头 一个是巴掌 那得怎么呢 能管拳头和巴掌的 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 这俩是一块记的 OK 那一定要知道 另外一个 说被撤销的事务机关 在撤销权做出的 那我不服怎么办 我能说 找不着管辖机构了吗 管辖机关了吗 不能 是不是 那谁接单 谁就怎么的 谁负责 继续行使 撤销的职权的这个 事务机关的上一级事务机关 也得找上一级 对吧 好 然后呢 四和五一块记 四说的啥事 罚款 我服了 你罚我服 但你拼啥 还要对我加处罚款 那么这种 预期不缴纳罚款 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的 那这个时候 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务机关 复役就可以了 不用找上一级了 但是第五个说的是 已出罚款和加处罚款都不服 罚款我不服 加罚我更不服了 罚和加罚都不服的 那这时候 一并 向做出行政处罚数机关的上一级 这个再找上一级 所以四和五说的啥事 四说的是罚我服 加罚不服 谁做找谁 那么五说的是罚我不服 加罚我也不服 那么怎么的 来一块找上一级 明白了吗 他俩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这是特殊规定 这块出题点还是比较高的 请同学们下点功夫 好 那我知道了 这个故事啊 我知道这个事属于复议范围内的 我也知道向哪找去了 接着 咱们该行使这项权利了 那么注意 出现一个日子了 申请人可以在知道 受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知识期的60天内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知道做出的60天内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好 那么这是一个 那提示一下 什么 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设置障碍 等于当务法定申请期限的 这个期限是怎么的 应当扣除被当务的时间 对不对 被申请的是谁 那个事务机关 对吧 想发设法给你下半 不要你去这个服役 对吧 因为服役有点像 让他的上级扎眼药是吧 扎针似的是吧 对呢 这个不行 这都是好理解 另外一个话形形的 就是申请期限的计算 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刚才不说 它是什么 它是知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知识60天内 我们看看这个细节性的规定 一个就是当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那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做出之60天 那你就当时就知道 是吧 但如果是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 直接送达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 自受宋达人签收知识 大家注意 所以怎么理解这个 实际上刚才说的一个提示 就怎么理解这个 知道这个事 对吧 怎么理解这个 知道这个事 对吧 宋达我才知道 还有呢 就是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 邮寄宋达的 那么这个时候是 自宋达人在邮件签收单上签收知识席 你签字就相当知道了 没有邮件签收单的 自宋达人在宋达回执上签名知识席计算 这些说的都是啥呀 就是刚才说这个事 再来说一个 就是具体行政行为 依法通过公告形式告知 那么这个时候 自公告的期限 届满知识 注意啊 可不是发布知识 是届满知识 另外一个 事务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是未告知申请人的 事后补充告知的 那么这个时候 自申请人收到事务机关 补充告知的通知识 第六个 被申请人能够证明 申请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 自证据材料证明你知道 开始算这60天 所以这个小词 你一定要知道 他拿捏的就是那个 知道起60天 那怎么确定知道 各种行情 你像这种东西啊 你要知道的 你要知道的 那个 一个就是 我们在实务过程中有时问 因为咱们对猪头开始 有时也参与啊 这个客户的这个复役 对吧 那么你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这块可以考案例 他可以编成小案例 是里边舍了好几个日子 问你 对吧 哎 说这个纳顺他行使复役的最后一天 截止日期是哪一天 你得给我知道 啊 有多难 有多难 没多难 但是他可以案例化 好 说说第三个 事务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依法应当向申请人送答法律 文术尔没送答的 你不送答我哪知道啊 事为该申请不知道 啊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是吧 还有一点呢 申请人按照规定的申请行政服役的 必须依照事务机关 依据法律确定的税额期限 注意先行缴纳 或者结缴税款和质纳金 或者提供担保 才能在缴清税款和质纳金以后 或者提供的担保得到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务机关 确认几60天内提出 什么意思 这个也是很好理解的 哎 让我交税了 让我啊 交质纳金了 没钱怎么办 没钱能不能复役他一下 啊 先拖两天 别想啊 想复役 你再把钱给我交了再复役 先交钱再办事 啊 注意听听了吧 当然你没钱怎么办 没钱 我们在前面讲纳税担保 是说了 如果你想申请服役的话 你找到担保 那么这时候也是可以 那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是叫什么 先行缴纳或结缴税款 或质纳金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好了 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啊 必须要知道的 那么这时候呢 要注意另外一个事 就是申请了对市务机关 做出预期不缴纳 罚款家属 罚款决定不服的 应当先缴纳罚款和家属罚款 再申请行政服役 要知道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服役啊 他可以书面的 注意也可以口头 我们没有必须要求口头 我是个纳税人 我就不识字 你非要我书面的 那不可能 是吧 那么这时候你申请的时候 那么你口头有记录 然后你该签字签字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他不排斥是口头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申请人 像行政服役机关 申请行政服役机关 已经受理的 那这时候 刚才说了 这个对服役决定不服的 我可以找法院 现在这边受理了 看苗头不对 那我能不能同时 再找法院呢 对吧 那注意 你就拿这个村长 不当干部了 对吧 那能两头都为你服务吗 是吧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啊 已经受理的行政服役 在服役期限内 申请人是不得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的 对吧 那么如果申请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 不得申请行政服役 总的来说就是 你不能同时两个都为你服务 你不服务你有气 对吧 你得一个个解决 按流程解决 就这么点事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块的考题 咋考呢 是吧 事务行政服役申请人 可以在时日到事务机关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之起60天内提出 行政服役申请 下列申请期限 计算起点的表属正确的事 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问你 知道对的事 他不就理解 知道对的事吧 是吧 当场做出的 自具体行政行为 做出之事 对了 B 被申请人能够证明 申请知道具体的行政行为 自证据材料证明 你知道 60天正确 C 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分数 直接送达的 自受宋达人签收之日 正确 B 具体行政行为 依法通过公告形式 告知宋达人自公告之日 这就错了 我刚才说啥 圈话了 对吧 答案ABC 是借满之日 这就是解释了 什么叫知道 你看 这个不是因为有考题 杨老师才在 就我的讲义中烈势了 对吧 我年年都烈势 你看 20年就逮着了 20年就逮着了 所以我们讲义呢 实际上就是你这张复习的这个 整个的杠的这个 全部那种 就基本上够用了 没问题 好了 那接着还来研究研究这个复义 那刚才研究的是 咱申请了 是吧 然后咱在60天 去申请 那接着讲了一个故事 然后 我去申请 注意啊 不是说 人家跟个垃圾桶似的 你扔进去 人家就接 眼睛那个受理机关 得怎么的 得审查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去复义了 我提出申请了 人家一定接单 对不对 你找快递小哥 也没那样了 对吧 所以呢 复义机关收到行政复义申请后 应当在 好 要记下 五日内进行审查 决定是否受理 那就看呗 那这里边有点小故事说说啊 就是行政复义申请材料 如果不全 咱给他不全 表述不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会怎么的 他自收到这个申请之期五日内 会书面通知申请人补证 通知咱们该补的补充 对吧 那么这里边的补证通知 应该展明说 哪些事项 什么时候应该给我补了 对吧 如果我没有正当理由 预期不补证的 那这个人家接单 那个让咱补 咱不补 那这事你就不想干了呗 那就视为放弃 视为放弃 那么当然了 这个补证申请所用的时间 是不记录行政复义的审理期的 不记录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必经复义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义机关决定不欲受理 这就产生一个矛盾 你刚才说了 必经复义 刚才给解释了 必须结构事务机关的上一级 然后再找法院 结果呢 我给他了 他不接单 就叫不欲受理 或者怎么呢 或者受理以后 超过行政复义期间 不欲答复 急着咱们嗷嗷叫 那时候怎么办 你毕竟复义 我也不惊你了 你不不理我吗 注意 可以自收到 不欲受理决定式之日 或者期满15日内 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说 15日要几下 这个是要求大家知道的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故事 他接单了 他不是说跟垃圾桶的什么都接 他一定是要审查的 好 那他接完单以后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产生一个又一个事了 他接单了 接单以后呢 注意 在行政复义期间 具体的行政行为 是不停止执行的 那么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该罚就跟刚才说 该交钱你得交啊 对不对 但是也有例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停止执行 总的原则 你一定要知道 什么人能够决定停止执行 一定是官定 我这个官不是宣传官委问 就是官定 我们就来看出来 什么被申请人认为 需要停止执行 我问你被申请人是谁 我一再强调 为什么前面说 当事人对你做出决定 你是事务局官不服的 那我一旦申请成功的话 我就叫申请人了 我为什么要抢那个概念 就是这种题 你一定要拎得清这个概念 被申请的时候 做出具体行程的事务机关 所以只有是被申请人认为 需要停止的 或者行政复义机干 认为需要停止的 是不是官啊 我们这里官是税官啊 还有就是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 这是咱们的项权利 但是你没有权利决定 能不能停止执行 那么这个时候你申请了 行政复义机关认为 要求合理的 那么由行政复义机关决定 是否停止执行 所以同学们什么情况 可以停止执行 如果选择性出现说 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 这绝对不可以的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么就是一个是 你要林德卿申请人是谁 这事就好 另外一个就是官定 这俩你能够理解了 这种题不用背 会选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说的一个受理的事 他受理了 这个复义决定 一旦继续执行 那接着该说说证据的问题 证据的问题 他受理了 那么注意 复义就在有证据 谁负责举证 咱们感觉好像咱们去告 那个罚咱们的受机关 对吧 或者是这个叫做被申请人 对吧 不一定是罚 有可能他不作为 咱们也可以是复义的吧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什么呢 是由被申请人 对他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负有举证责任 明白了吗 这点大家注意啊 不是由申请人 所以有没有被 那么直接设计天凉不凉的事 你要被和有没有 那有可能就差这一分 出了成绩 心里挖凉挖凉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事 另外一个 行政复义机关应当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真实性和关联性 合法性 真实性 关联性 三性 三性的审查 那么另外一个 行政复义机关认为 必要是可以调查取证 那么我们取证的时候 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而且是要出示证件的 包括像事务检查什么的 都是强调是两人 对不对 另外一个需要现场勘查的 那么这个勘验所的时间 是不记录行政复义的审理期限的 好了 第四个 在行政复义过程中 被申请人不得自行 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和个人 收集证据 这是不可以的 被申请人是谁 做出具体 事务行政行为的事务机关 他不能再找当事人了 因为当事人一旦申请了复义了 对吧 那你们俩之间最好别见面 是吧 另外一个无正当理由 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是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的 这句话要注意什么 它的前提是没有正当理由超过 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如果超过的是什么 有正当理由的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无要知道 还有呢 申请人和第三人可以查阅 被申请提出的书面答复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 依据和有关材料 除涉及国密商密和个密以外 这个复义机关是不得拒绝的 那他是有权利看的 还有权利看的 好 看看去年这道考题出现在这 下列关于事务行政复义取证的表述证据的是 有正当理由超过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 他说不得 这是错的 对吧 那么说调查取证时 行政复义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这是对的 那么C 行政复义过程中 被申请人可以自行向申请人收集证据 这是不可以的 你俩别见面了 这个就跟有的地方说 小两口结婚 头一天晚上是不能见面的 这个道理差不多 道理不一回事 要你记住就可以了 需要现场勘验的 勘查时间应当记住行政复义的审理期限 单选题 答案B 他是错的 不记住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看这个审查和决定 证据怎么回事 什么证据啊 怎么规定都说完了 这说是不是他手里拿一堆证据了 人家上级 就那个复义机关开始干事了 开始审查了 这个审查原则上是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 就看这个手头的这些证据资料 但是如果申请人提出要求 或者行政复义机关认为有必要时 应当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 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家调查了解情况 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 这时候大家注意啊 就是你要是这个了解的话 这个是可以由申请人提出的 是可以的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重大复杂的案件 申请人提出要求 或者行政复义机关认为必要时 也是申请人提出要求 或者复义机关认为必要时 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 那听证我们在上诞课也讲过听证流程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 就是对这种复义的话 也是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 申请人在行政复义决定做出 以前撤回行政复义申请的 我怎么办 不想弄了 经复义机关同意是可以撤回的 那你不能说睡一晚上 你突然要不想撤了 那你拿这个复义机关 村长不当干什么不行啊 所以你撤回行政复义的话 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 提出行政复义申请 但是如果申请人能够证明 撤回行政复义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的除外 那这个是吧 逼着咱干的 咱当然不认这个事 还有一点呢就是 行政复义机关责令被申请人 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发现原来做那个不对 那这个时候也是 注意啊 这个被申请人是不能糊弄领导的 那复义机关是你的上一集嘛 被行政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 做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 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是吧 那么当然了 行政复义机关以原具体行政行为 违反法令程序决定撤销的 被申请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除外 可能原来程序上有问题 但结果没问题 那现在程序有问题 那么你就把程序再给夯实一下 对吧 那可以 那可以 还有一点呢就是 行政复义机关责令被申请人 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对吧 那你这个被申请人也不能赌气 你看我告你 上级说你不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好了 你给我穿小鞋 你给我扎针 是吧 这个我拿这个不严肃的事说 好了 最后怎么呢 你不告呢 回头还按这个来 是吧 那不能赌气啊 有规定啊 你被申请人不得做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决定啊 也有除外 对吧 就不说了 对吧 除外的就清楚啊 这个不受这个限制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呢 总的来说就是我告你一下的话 虽然我担惊受怕的 但是呢 对我来说没什么坏处啊 是这种感觉 是吧 顶多是维持原来的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看看 行政复义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按暂停键 对吧 那么好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按停止键 那么终止和终止的 它的这个区别 我们在上面一边讲过啊 前面讲过了 所以在这就不得不了 我们需要把它作为一道选择题 能够分清什么时候终止 什么时候终止 所以它是画星星的 看什么时候终止呢 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死亡了 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 那这时候就终止吧 等他决定吧 他决定不参加 说这事完了 那就变成终止了 是吧 就 画句号 终止就是画句号 是吧 终止就是动号 那么二 作为申请人的公民丧失参加行政复议能力 尚未确定 法定代表人参加行政复议的 作为申请人的公民下列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的 对吧 还有申请人 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 不能参加行政复议的 是吧 还有呢 就是行政复议机关因不可抗力 原因暂时不能履行职责的 还有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 需要有权机关做出解释或确认的等一等 那么还有就是 这个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那个案子不完 这个案子不知道咋回事 是吧 那就等那个案子完了 咱先把这个案子什么 画个那个逗号 画个 按个斩情键 就这么一件事 就是叫终止 那么提示一下 行政复议终止的原因消除以后 应当及时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这也是个废话 对不对 那么说说终止情形 什么呢 就是 我申请人 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的 那么这个时候 申请撤回了 复议机关就准备撤回 这事就画句号 就按这个终止了 那么还有就是 作为申请人公民死亡了 没有禁忌处 或者禁忌处放弃了 那当然也就完事了 还有作为申请人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宗旨 其权力义务承受人放弃的 这个二是公民死了 三是单位死了 然后都放弃了 还有就是申请人 被申请人 依照规定 经行政复议机关 准许达成和解的 第五个 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以后 发现其他行政复议机关 已经先于本机关受理 或者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 那这个事 就不能在我这搞了 画句号 要能够分清 终止和终止 然后说说这个时间问题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期 60天内做出 行政复议决定 如果情况复杂的话呢 不能在规定期限做出的 那么经复议机关的 负责人批准 可以适当延长 那但是呢 最长不得超过30天 60加30 那么好了 也在这个期限内做完了 一经送达 发生法律效率 不是做出发生效率 是送达发生效率 好都花星星 要求指导 还有一点呢 就是申请人 第三人预期不起诉 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或者不履行 最终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的 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 如果说 就是原来做出那个事的 事务机关没事 人家没有毛病 我告上级以后 上级说维持 具体行政行为的 行政复议决定了 做出这个决定了 那么由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事务机关 依法强制执行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那么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告你一下 然后上级机关 发现怎么的 再变更一下 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 结果变更以后呢 我还不履行 这个复议决定的 那么这个时候 已经变了 就由行政复议机关 依法强制执行 当然也可以申请 法院强制 这个大家注意 维持的就是原来的 那么变更的 就是什么 复议的 那么我们看看 整个这块的题 18年这条题 所以事务行政 复议机关 发生的下来的情形 应当终止的 翻一下 画句号了 或者叫画这个 停止件的 是吧 按停止件的 作为申请的公民死亡 且没有禁亲属的 这是可以的 还有案件涉及法律 适用问题 需要有权机关 做出解释 那等他解释出来 那就是画逗号 也不能画句号 所以这个不对 对吧 作为申请的公民 下流不明的 这个是 我们说是 终止的 对吧 不是终止的 还有就是 作为申请的公民死亡 其近期数 尚未确定是否参加 那等着呗 所以是终止 不是终止 我第一个说的是 中间的种 是吧 所以他不是 这个问题 问的是个 中余的种 所以 BCD 都是画逗号的 他问的是画 G号的 只有A 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说说 事务行政复义的 和解和调节的 这个事 对下列行政复义事项 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在行政复义机关做出 行政复义决定以前 可以达成和解 一和解的 那么我们说就是什么 就终止了 终于的终 行政复义机关 也可以调节 什么呢 就是 行使自由裁量权 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比如处罚 核定税额 确定应税所列 我说高了 你不能过这个 我找你上级 上级说 你们看怎么样 你怎么的 跟我说 行行行调一调 就这个事 这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 达成和解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行政赔偿 行政奖励 存在其他合理性 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 这是 注意的 它的范围的问题 那么 这个行政复义 审理期限 在和解调节期间 是终止计算的 按展情节 还有呢 就是行政复义 调节书 经双方当事人签字 发生法律效率 申请人不履行行政复义调节书的 由被申请强制执行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注意 这时候不是由复义机关 依法强制 申请强制执行 注意像这样的问题 跟刚才那个 结合起来 刚才我们不也说了吗 像这个 维持的是原 如果变更的是行政复义机关 强制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行政复义决书 一经送达 就发生法律效率 但调节书 它什么时候发生法律效率呢 是我们说签字发生法律效率 所以这样的问题 大家横向的比较比较 行政复义调节书 可不是送达 这个发生法律效率 是你双方一签字的话 你都认可 那就是 就发生法律效率 好 我们看看18年 这块也出过题啊 说对下列事项进行复义时 申请人和被申请 在行政复义机关做出 行政复义前 可以达成和解的是 赔偿 奖励 处罚 哪个不对 都对 那都对 好 那么接着说说这个补充规定 外国人无国籍人 外国组织在咱们国家境内 向市务机关申请行政复义 它是适用 市务行政的复义规则的 还有呢 就是行政复义期间的计算 和行政复义文书的送达 我们是按照民事诉讼法的 有关的期限送达的规定 那么这个复义期间有关的 五日七日指的是工作日 是不包括法定节假日 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行政复义的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个行政诉讼呢 也跟复义一块说了就可以了 那么诉讼的概念呢 就是你认为 市务机关级工作人员的 具体行政行为 违法或不当 侵犯了你合法权益 肯定是通过人民法院 去解决这个诉讼 那么人民法院呢 对这个具体的行政行为的 合法性适当性呢 进行审理 然后做出裁决 是一种司法活动 一说诉讼肯定要通过法院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从事务行政诉讼和行政复义 及其他行政诉讼活动的比较 看出来呢 这个事务行政诉讼呢 具有以下的特殊性啊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事务行政诉讼 是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并做出裁决的一种诉讼活动 那么这是他们两者的本质区别 这个是你不用记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吧 负义找上级 诉讼找法院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事务行政诉讼 以解决事务行政争议为前提 这是事务行政诉讼 和其他诉讼活动的根本区别 你叫事务行政诉讼 当然解决事务问题了 具体表现在就什么呢 被告必须是事务机关 或经法律 法规授权的行使 事务行政管辖权的组织 而不能是行政机关或组织 也是废话 点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是行政诉讼解决的争议 那么它一定是行政行为 所以你事务行政诉讼 那么发生的这个争议是 事务行政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那你诉讼就解决这种过程中的争议 也是废话 直到就可以了 另外一点呢 就是因税款增大问题发生的争议 当时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前 必须先经复议程序 即复议前职 这个跟我们刚刚讲过的 什么 毕竟服以呼应上了 这些东西你都不用特别管它 我们要知道的 是要知道的 那么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事务行政诉讼的原则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 既然是诉讼要找法院 所以人民法院特定主管的原则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是合法性的审查原则 除了审查事务机关是否滥用权力 事务行政处罚是否显示公正以外 人民法院只对具体事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予于审查 与此相适应 人民法院原则上是不直接判决变更的 那么这是一个合法性审查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记住这一块 它是不适合调节的原则 这就去参考的 还有呢 起诉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其实我们前面说那个复义也是不停止执行 对吧 还有呢就是事务机关负责举证的责任 那么另外一个 由事务机关负责赔偿 它是由事务机关举证 事务机关赔偿 前提是判完以后需要赔的 这些原则记大条就可以了 记大条就可以了 那么2020年考过这个题 说下列各项中属于事务行政诉讼应遵循的原则的事 它是不是用调节的 那么它是说可以停止执行 是不可能停止执行的 那么它说由事务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赔偿 是由事务机关负责赔偿 工作人员只是具体干事的 那么事务机关举证 事务机关赔偿 所以答案D是对的 知道这样的基本原则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说说也是管辖的问题 有了复义管辖的概念 那我们诉讼管辖道理一样 就到底找哪块的法院 是不是 它也是分为级别管辖 和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地域管辖 那么我们来说说 简单说说 这个实际上不是事务行政诉讼特有的 这种行政诉讼都是遵循这样的原则的 那么级别管辖呢 就是这样的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除了上级法院管辖的 第一审事务行政案件以外的 所有第一审的事务行政案件 也就是说 一般的事务行政案件就归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那么这时候引出一个考题了 就是哪些案件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是比较大的 那就是本辖区重大复杂的案件 还有呢就是什么 一些海关处理的案件 那这个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另外一个就是对国务院部门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所做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那么也就是我刚才说 除了这个重大的复杂的 还有就是特定主体的 这个特定主体一个是海关的 一个是国务院部门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它做出的 那么这些呢 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它不属于一般的事务行政案件 它不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还有呢就高院 那管理更大的是 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事务行政案件 那么它跟这个中级这个一路同合 是吧 中级是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那么它也是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事务行政案件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的话 管辖的是全国范围内的 对吧 它不是本辖区范围内的 是全国范围内的 因为我们的法院是四级 基层的中级的最高的和高级 准确的应该说基层的中级的高级的最高 我刚才把三和四给颠倒了 这个简单指导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我们说的级别管辖 然后说说第一管辖 第一管辖就是说 同级人民法院之间 受理第一审行政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它又分为一般第一管辖和特殊第一管辖 那么这个一般第一管辖是这样的 就是按照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行政机关所在地来 确定那个管辖法院 管辖法院 凡是未经复议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或者经过复议的话 如果这个复议是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你当身不服的话 那就遵循这条原则 那就是由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市务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但是要注意了 这块说的什么呢 就是选择复议的 是不是由最初做出的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还有就是 如果是你经过复议的话 一定是维持具体行政行为 那么转过身来 如果是经过复议的案件 改变原来具体行政行为的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啊 他是由原告选择 可以是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市务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也可以是由复议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这点要知道 但如果你是维持的 就不能选择由复议机关的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他俩一定要对比去看 这是特殊地域管辖的第一条 另外一个 原告可以向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那么最先收到起诉状的法院为第一选法院 这是我们说的地域管辖 然后裁定管辖这块呢 属于法院系统内的一些内容了 我觉得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什么叫裁定管辖 就是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裁定的管辖 他包括移送管辖 指定管辖和管辖权的转移 这个要是申考也能考 申考也能考 移送管辖是什么 就是法院将已经受理的案件 然后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一家接单了 转派给另外一家 这是要移送管辖 那么这里边提示一下 受移送的法院就不能再提皮球了 就应当受理 你按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那你应当报请上级指定管辖 就不能再自行移送了 不能再提皮球了 那么这个移送管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移送法院已经受理了 这家接单了 第二个的话 接完单以后发现自己对这个案件没有管辖权 对吧 那第三个 接受移送的法院必须对该案件有管辖权 要给他吧 他能干 就这个事 他又不想干 他忙 我能不能再推出去 不能 你不能再自行移送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你找上面的 那就涉及了什么 指定管辖了 那个 看你确实确实吗 那就要另那边有人干嘛 这个意思 那么指上级法院以裁定的方式 指定某下一级法院管辖某一案件 就叫指定管辖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特殊原因不能行使对行政诉讼的管辖权的 由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那么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且协商不成的有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然后说说管辖权的移交 那就是上级法院有权审理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税务行政案件 也可以讲自己管辖的第一审的行政案件 移交下级法院审判 那么下级法院对管辖的第一审税务行政案件呢 认为需要由上级法院审判的 就可以报警上级法院 就是进行管辖权的这个转移 所以我说这块你看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法院内的是吧 怎么分工的这个事 所以呢了解一下就可以 然后说说事务行政诉讼的起诉和受理的内容 纳顺扣脚义伦等事务管理相对人 在提起事务行政诉讼时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 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然后有明确的被告 你的告示才知道是吧 还有呢就是在具体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找对法院 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和 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 这是前提条件 对不对 然后画星星了又出现了 必经复议 如果对复议决定不服的 那你接到复议决定书知己 15天内向法院起诉 对吧 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当事人可以接到通知或 知道知己15日内直接向法院起诉 选择复议的话15天 15天记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事务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呢 没有告知 行政相对人 对吧 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起诉期限的 那么这个起诉期限从什么 应当知道起诉期限知己计算 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 行政行为内容知己 最长不超过 好 一年记下 考选择题要回 然后说说这个事务行政诉讼的受理啊 那就是法院的吧 收到你的诉状以后呢 经过审查 他是7日内立案 或者做出裁决 他不受理 注意是7日 还有呢 就是对于不接收起诉状 接收起诉状后 不出具书面凭证 以及不一次告知当事人需要补证的 起诉状内容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向上级法院投诉 上级法院就让他改呗 这是法院内部的一个管理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法院既不立案 又不做出不预立案裁定的 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起诉了 刚才是什么 是投诉 这是起诉 那么上级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 应当立案审理 也可以指定下级法院审理立案 然后说说这个判决和审理的内容 那么法院审理这个行政案件呢 也是合议回避公开审理 两审终审的审判制度 这个不仅是事务行政诉讼啊 那么我们像这个两审终审 你看经常我们在心上看 那个什么杀人案件等等是吧 也是一审不服 二审的吧 那就两审终审的吧 还有呢就是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服的 当审可以上诉 那么对发生法律效率的判决 当审必须执行 否则的话怎么强制执行 好 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讲的内容 也是注意把握杨老师圈化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一章的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分支比重不高 其实重点还是比较突出的 一句话 注意新变化新增的和标星的内容 我觉得就能够把这两道题 考场上可能出两道题左右 那就能够拿到了 那么随着这一章的结束 我们2023年住的快时睡法基础班的这个阶段的课程 也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呢 对重点内容要反复进行复习 一遍应该够呛 那么都要不断的去迭代复习 所谓迭代复习不是机器的一遍两遍三遍 我们不是按变运数考课 你要一遍那能都会 那也是个好样的 是好汉 但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的 一遍就通过的 就会的 那是别人家孩子 你要不断的去两遍去练习 对吧 去复习之前学过的内容 第三遍要模拟 对吧 那不断的去重复这个基础性的知识 所以基础阶段的课程 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 把这个夯制好 可以稍微慢点 那么但是呢 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 好 那么我们期待着 跟大家在习题阶段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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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